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浓厚 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今天强势的族群 在今天有分两轨进行 第一轨是强横强 我们来看强横强 这里头包括IC设计 IC设计我们看到杨志在今天尾盘亮灯涨停板 这是强横强 以及航空股持续强势 华航在昨天爆出百万张的天亮之后 天亮在线天价 在今天并没有出现短线的获利了解卖压 反倒持续挺进大涨了超过7个百分点 而成交量仍然有63万张的大量 比起昨天当然是两缩了 所以这是强横强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看到另外一轨呢 走的是拉回修正之后再攻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加金亮灯涨停板 电动车休息一段时间 往下休整一段时间之后 又再起风云了 以及元宇宙 特别是老元宇宙 我们可以看到宏达电 宏达电又急拉尾盘 本来以为要休息了 本来以为要下课了 在今天再大涨超过6个百分点 所以强势的族群继续强势 而修正过后的族群又往上攻击 这个盘在今天拉高解散之后 怎么看后施呢 刚才介绍来请到资认分析师谢宗林 谢谢好 今年其实金融股是表现不错的 所以此时此刻是不是买金融股的好时机呢 请举牌 来 是不是可以买金融股 1234 我就是爱等住的还是蛮多的 所以宗林来看OTC在今天表现的其实是比族群市场来得好的 对 没错 其实OTC 俊姐OTC快过高了你知道吗 它只差一点它就过高了 好 我们来看OTC 在今天贵买指数是上涨0.89% 我们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日K线225.05是波段高点 今天先来到224.07 对 它已经快过高了 而且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讨论金融股对不对 金融股是具有全职的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OTC想过高 大盘它也想过高 现在是不是中冒行情对不对 我们都说到第四季中冒行情 你如果说OTC没过高 大盘没过高 这个梦做不太起来 所以过高这个梦怎么样 做的梦可能会更大 所以基本上过高就是让梦怎么样 梦继续烧 但相对的OTC是比大盘来得强势 对 没错 因为它更接近 对 没错 也就是就这部分的话 我认为 如果说我们假设如果说过了 过了我个人认为 可能还会再继续涨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说投计行情没有结束了 对不对 其实你看投计行情 就看这两支 看两支 红拉丁跟威胜 昨天是不是好像快死掉了 是 我们觉得它快死掉了 对 快死掉了 今天怎么没有死又拉起来了 昨天是不是航空股大震荡对不对 对 大震荡 航空股今天两支都快双心盖上 航空我们给盘窗走势了 对 你看昨天上影线 就走到没死 结果今天呢 今天那个法轮马上出报告 为什么 中央行情等一下没结束嘛 为什么主力知道 你还有钱嘛 你后面你还有钱 所以你会追这些强势股吗 这个不知道 你会追这些人气股啊 基本上我会买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行基本上都没坏 而且头线还在大买 这种你追得下去吗 你在这没买 在这没买 在这没买 你会不会追在这里啊 你停损事好就好了 也就是 比如说它沿着这条十字线 往上跑对不对 它收盘全部都没有破过十字线 如果破了你再出掉就好了 如果没破了 它一直推 法轮报告都不是写二开头 所以这个地方头线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刚回到一个问题嘛 为什么主力他敢拉 还敢这样拉 他杀你后面还有钱嘛 现在十一月对不对 你后面的钱哪里来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后面的钱 但年终奖金 对哦 也就是 因为你年终奖金 发进来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 看到这种 这么头线行情这么热的话 基本上你会想干嘛 找股票买嘛 所以真的要收割 或者说这个地方什么 有机会什么被割据在什么都 我认为是一月后的事情 这个地方就是 如果说创新干的话 中文行情都开始 所以你相信台股的盛世时代来临了 万八不是梦 万八怎么会是梦 拉金融谷就是要过 就是要过万八的 拉金融谷就是要过万八 不知道拉金融干嘛 这地方拉金融基本上 金融谷全职够 这个推上去 基本上就到了 这万八应该就会过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 这个时候就是带着钢盔往前冲吗 万八不是梦 为什么狂飙 因为它说它接到 BMW IX3电动车的车载晶片 所以不是靠苹果啊 对 不是靠苹果 苹果 其实高通在昨天已经充分告诉大家 那手机子 文字车啦 现在不是流行手机 现在是流行车 对 现在流行车啦 那也就是 甚至于在2025年的时候 其实BMW它推一个什么 推一个New Class的新的平台 新的平台的晶片 高通也说这是它完全接的 那今年高通的那个车载晶片 不到10亿美元 但它说 5年之内它会成长到多少 35亿美元 10年之内它会成长到80亿美元 那也就是 其实这个是将近什么 将近10倍数的成长 那将近10倍数的成长的话 不止车用 它还接到什么 接到三星的订单 三星明年有差不多64款的装置 基本上有 现在已经说31款 要用什么 要用高通的这个晶片 甚至于 今年卖中央是那个折叠机 对不对 对 明年三星那个Galaxy Z4 4这支折叠机 基本上现在你说什么 也说要用高通898的这个 这一颗晶片 那其实三星的晶片 其实不止高通打进去 我们联发科也打进去了 联发科现在说 中低阶的 高通你接高阶的嘛 中低阶的我有14款什么 14款我也打进去了 那其实蔡立行这部分 其实它很厉害喔 今年是不是晶片荒 对不对 对 它在晶片荒还没开始的时候 它在各大晶片厂全部都投单 甚至于跟台积电 立机电 对 还有那个联电 都签了什么 签了一年以上 那个供货的合约 那这部分 娟姐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三星它基本上 它可以自制晶片 对 它为什么要外购 因为 因为缺晶片 全球都在缺晶片 缺到 它至少跟什么 它自己做也不够 对 自己做也不够 所以就跟高通买 跟那边跟买 那缺晶片的状况下怎么办 缺晶片的状况下就是 全球现在都在大扩产嘛 美国扩产 欧洲扩产 中央要扩产 那美国 美国比较稍微机车一点 扩产归扩产 它也很怕中国的崛起 所以呢 在它扩产的法案里面 它还加了一个什么 就是NDA 就是那个国防授权法案 也就是 只要中国这地方 你跟国防 跟我们国防 有点关系的 我机台设备 我就不卖给你 都不能出货给它 对 比如说像那个EUV机台 不卖给你 对 因为什么 你可会拿去做导弹嘛 什么超音速导弹嘛 就是因为它没有卖害 蒋巴就没头脑 对啊 所以这个 蒋巴就很衰 因为蒋巴说什么 蒋巴说这个就是 产业受到什么 受到政治的干扰嘛 所以中国就说 与其 因为如果做这样的话 就是我先进制程 是完全没办法做的 先进制程完全没办法做的话 我刚才做什么 我刚才就是好好的做 我成熟制程就好了 那成熟制程 其实华为没有关你知道吗 华为它现在 比如说华为 华为手机还在生产 只是现在华为的手机 已经不是贴华为的牌子了 是贴另外一个牌子 那贴另外一个牌子的话 就是它做它的嘛 它做它的就是 甚至它是什么 自选设备 什么叫自选手机 自选设备 也就是 我不是贴我华为的牌子 但是呢 所以它现在多了一个新品牌啊 对 就是那个 顶桥啊 对 顶桥 顶桥 你看这支手机哦 这是顶桥的手机 那跟那个华为那个NOVA8 这两支基本上是一样的 长得一模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牌子不一样啊 所以呢 因为它现在多了很多的副牌 对 也是 中国这地方在干嘛 它在就是借壳 借壳活下去啦 所以像这部分我认为 中国其实它没有挂 只是什么呀 只是就是 它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 但是它 重点在哪里 重点全部都在乘手制程 所以你看股票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股票 我们今天那个IC设计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像这些股票 你会发觉全部都什么 他们全部都是乘手制程 成熟制程 对 因为用心理制程的只有五家啦 苹果啦 高通啦 然后呢 NVIDIA啦 然后那个联发科啦 跟什么 跟AMD 除了这五家以外 大家都是乘手制程 所以呢 所以你来看这部分 全部都是乘手制程 那乘手制程的话 分两块对不对 就是分两块 其实我们简单的分啦 像天狱啦 敦泰啦 跟什么 天狱敦泰 天狱敦泰这两支基本上它是 它是修成过后 它修成过后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 用这个看比较简单啦 比如像这个细创 敦泰跟天狱 这三支都是TDI对不对 都很赚钱喔 公布第三支差不多都很赚钱喔 像这个赚多少 这个赚23块 这个赚26块 这个赚35块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赚钱的都没前景 就是面板去弄IC吧 面板就在跌下 然后呢 你看这些 创新高的 茂迪正的茂达 创围啦 伟权店 伟权店它算三块出头啦 创围第三季也赚三块出头 这股票要200多块 茂达稍微好一点 卖不到赚九块 这些投信有赚买 但是呢 很简单就是 这些股票在天上的 都没赚钱 你说200多块 赚30块 感觉很赚的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以选股的话 说真的 那怎么选 怎么选喔 我们折中 什么叫折中 选有赚钱 然后呢 然后又有提材前景的 然后呢 又有点投机色彩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 做梦行情 你还有点投机嘛 光照 我那么可以看光照了 为什么 城投自成不管 光照是不是之前 你已经提醒过了 那个礼拜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 应量说他上上礼拜 有讲过对不对 是应量讲过 我跟你讲 娟姐 我还没讲完 应量说他上礼拜讲过 我上上 上礼拜 82块我就讲了 在这一根 把这一根啦 82块我就讲过了 所以我就觉得 CETA哥我怎么那么熟 但是重点是 好像一直听到光照 但是重点是 他真的有长上来 昨天他有开法说 法说他已经讲第三季 他第三季 财报不错 是2.82 2.82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我明年还会再成长三成 那如果说你这样算的话 明年再三成 这EPS 他可能是挑战 10块钱的EPS 挑战10块钱EPS 目前股价一百年 可以这样算吗 明年成长三成 不一定EPS 就会成长三成 之前在哪里提醒 你说你在哪里提醒 我这边 这边提醒 你现在已经涨上 叫人家买在这里 现在本益比10倍而已 你用明年讲到来看 因为现在年底了 年底没有在看今年的 意思就是说 买在这里的 不要卖 这里还可以再加码 我真的可以加码 都没有破线 而且他快寸高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的投信外支头部在买超 投信连续买好几天 而且投信 现在持股5.9% 今天47号对不对 再过两个礼拜12月了 12月要干嘛 法人作账 投信作账 投信作账有加码空间 而且这个千张大户 千张不是400张 千张大户 今天12345 连续五个礼拜都在加码了 所以这样的股票 我都能赔6.1 好 那我们就来投一下票 IC设计是不是一个好的选股方向呢 特别是在废办由高通 领军创新高之后 这是不是代表着 新的投资密码出现了 IC设计怎么看 请取牌 1234 也是6票